所有新的洞见都诞生于问题 我们让语言带领走出一条思绪 欢迎收听好者邓 艺术思辨作者聊 欢迎来到好者邓 艺术思辨作者聊 我是主持人朱佳安 这一集我们要来讨论 怎么用自己的专业来推广在意的议题呢 邀请两位来宾 第一位是法律白话文的营运长徐树蕾 哈喽树蕾 嗨佳安 另外一位是两厅院公共沟通部的经理 王统生 哈喽统生 哈喽佳安 法律白话文跟两厅院都很关心社会议题 希望可以把法律跟表演艺术来跟议题结合 这一集我就要来请教两位 在结合议题这一方面 大家有哪些技术跟策展的小技巧呢 统生之前两厅院夏日爵士户外派对 法律白话文就来协助 对不对 我觉得蛮有趣的 可不可以聊一下说 这个计划是怎么起来的 好我们可以这样来想两厅院几个部门之间的协作 比如说我们的四大艺术节 其实常年的发生 节目部那边会负责把节目掌出来 再来对外的所有的沟通的部分 就会在公共沟通部里面 那比如说行销组 他会负责票券的销售 以及去发酵所有要讨论的事情 所以每年我们会面对到户外派对的时候 这几年下来我们持续让我们户外派对现场 除了可以听好听的音乐之外 会有很多的市集 大家可以来吃吃喝过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晚上 那今年我们特别想到找法律白话文 一起来合作这一个议题的摊捧 其实也是在我们理解爵士乐的发展历程上面 它本来就有很多跟社会上倡议 共融这样的色彩在 统生可不可以先简单讲一下 法律白话文的摊捧在现场做哪些事 照过往刚刚描述 过往一些摊捧可能是卖吃吃喝喝的 那法白摊捧呢 法白这一次跟我们合作的摊捧叫做自由觉醒 爵士的爵 然后在现场它其实分了五个板子 每一个板子上面都有不同的命题 然后这个命题里面 你现场还可以听音乐 所以这五个摊捧分别是民族性别种族环境跟文化 由这五个命题来跟爵士乐种做串联 所以一边听音乐 一边在他们的摊捧 可以看到一些相关议题资讯 也可以找人讨论 对 然后定点定时会有不同的讲者在现场做短讲 跟大家交流 刚刚统生讲说 找法白来做这个合作 其实很符合爵士乐的历史 这一段怎么说 我们如果要透过一个艺术节去介绍 表演艺术给两天院的受众的时候 常年两天院的观众 第一个就会去关注到 今年来的乐手有谁 来的节目是什么 然后他的曲目是什么 这些都是音乐观众非常在乎的事情 我们常常说 我们拿下日爵士这一个艺术节来 很努力在扩张我们的群众 因为从我们的售票的后台看起来 我们会知道 其实爵士音乐的观众的样貌是更大的版图 所以是这样讲比较容易突破同温层 没错 没错 类型 音乐类型 这样子 所以我们其实在爵士乐的宣传上面 或者他周边的造势活动上面 其实我们是持续的 没有极限的在看看 有什么东西可以让大家更有兴趣 值得多方尝试的类型 所以当这几年我们觉得台湾其实很多的族群 他会在乎一些社会议题的时候 那这件事情可不可以让他们透过对社会议题的喜好 进到爵士音乐的世界 其实我们也是发现这一个机会点 所以才会跟法白合作这件事情 爵士音乐他在受众方面是比较多元的 那在他作为音乐本身方面 跟社会议题或历史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吗 我举一个例子也是法白这一次合作的东西 里面我们看到的一个串联 就是大家应该都听过Nina Simone 这个美国的黑人女性的一个爵士乐手 她有一首歌曲叫四个女性 Four Women 然后台湾的音乐家林李慧 把它改编成请问方明这一首歌曲 那本来的Nina Simone 她其实在原来的歌曲里面 她讲的其实是黑人受到人权上的一些压迫 那林李会把它改编成 请问方明的时候 她阐述的故事 其实是台湾白色恐怖时代下面 一样是人权被受到压抑的一个事情 所以在东西方不同社会不同的时间点 同样我们用了音乐这件事情来讲 一个社会的题目 我觉得这个有很多层意义 比方说有些人会问说 所以艺术作品从云著到改编 这方面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对不对 但从这个例子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在台湾 黑人议题可能连我们比较遥远一些 但白色恐怖的问题 是台湾人需要知道的 人家不是说越本土越国际 对不对 我觉得应该也是类似这种意思 现代化国家四散在地球每个角落 可能各自有不一样的文化 大家肤色也不太一样 但是现代化的过程当中 大家遭遇的痛苦跟问题 可能是很类似的 所以藉由这种改编 一方面了解其他人碰到的问题 也对照我们自己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 我们可以体会到音乐这种艺术形式 可以对这些社会问题 做出什么样子的反应跟提问 刚刚统生稍微介绍了 夏日爵士户外派对 邀请法白来摆摊 那苏蕾这边可以谈谈 法白是怎么准备 这个合作活动的 我觉得当时一开始 有一点困难 因为毕竟我觉得我们团队 对于音乐是蛮擅长的 应该讲我们过去 有做过很多音乐跟议题的结合 像大港开唱 或是其他小型的音乐活动 但我们跟爵士乐相对的不熟悉 对所以当前提 就遇到一个比较大的框架 也就是夏日爵士 他就是以爵士为主轴的大型活动 我们就发现 我们自己好像得认真去了解一下 这个乐种或曲风 他到底背后的意涵是哪些 是一开始比较大的挑战 那后来去看了蛮多文献跟资料 就发现他其实 在这个爵士发展的过程中 就有很多跟人的生活相关的议题 那时候我们就比较放心了 因为跟人的所有生活面向相关的题目 大概都可以跟法律或人权来做连结 原来如此 当初在谈的时候 厅院这边给法白的需求 就是找你们来结合议题 所以了解议院了 然后知道有哪些议题可以结合 你们这边就比较放心 对 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 这一次的活动 它的概念像 其实就是一个新的策展 除了我们要到市集现场以外 它就不是单纯摆摊而已 我们要怎么结合爵士月跟我们提出来的议题 是只是要符合所谓SDG指标而已 还是真的能够跟活动本身扣到 有比较正相关的连结 刚刚统生提到说你们摆摊 然后现场有些板子提供议题资讯 此外也有提供短讲 那在规划这一整套的时候 在鼓励大家思考跟参与这部分 法白做了哪些事情 这一次我们心中就想要把它当成 整个夏日爵士以外 另外一个秀的概念来做 所以我们想要有一些前导的活动 能够让大家有种暖身的感觉 知道我们这一次有一个实体的活动 希望让大家来到现场 进而去参与夏日爵士 所以我们就举办了两场讲座 那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是 回到爵士月本身来做发想 所以我们是先去想爵士 他能够彰显的议题有哪些 那就是最后衍生出 我们这次同学刚刚讲到的五个议题 那我们就进而在想 他这几个议题 他有没有更在地化 更属于台湾的视角 因为过去我们在讲种族 可能要讲到种族隔离 或是一些更多种族歧视现况的问题 那不能说台湾没有 但台湾遇到的状况会是更多元 他不是单纯所谓黑人白人的分隔 或是有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 我觉得台湾在这一题 他就会是更加的复杂 然后有比较细致的一些差异在 所以以这样子的视角来区别 我们就会希望我们在设计社会议题的时候 他能够让大家马上联想到自己日常生活 所以我们在选择爵士乐曲 跟我们找来的讲者 他都是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很直接关联的 让大家心里觉得有感 因为毕竟海另外一边的事情 离我们是相当遥远 对或是以爵士来讲 他可能相较于我们传统的戏曲来说 他就是一个比较外来的音乐风格 所以台湾的音乐家怎么样演奏这样子的曲风 或是台湾哪些作品跟爵士有关联 或是他有从议题的视角来做诠释 就会是我们在策展的时候 一直在发想的一个问题 让人真的意识到议题跟自己有关 我觉得真的很重要 这边也想问一下统生 听院这几年来一直都相当的在意社会议题 然后也非常尽力的尝试 把节目跟社会议题结合 那听院这边的团队 想必大家也付出很大的心血 什么样子让团队会倾向于 或者意识到自己可以做像这样子的事情 听院这几年的营运的有一个方向 其实用白话文来讲 就是人人剧场 我们打破大家过去对剧场的想象 我们认为当代的剧场 其实它是要跟社会可以对话的 所以在这个主要的营运方向之下 我们会透过我们常年在经营的 不管是节目的展演 艺术节的策展 这样的东西去呼应这件事 所以其实即便在两庭院待了很久的同仁 他都必须要有这个意识在做这件事 那我觉得两庭院创造出来的氛围 首先其实在公共共同步里面 我觉得大部分的同仁都蛮喜欢聊这样的议题 本身就喜欢 对对对 然后所以其实在这里面 我们日常的相处我们会观察到谁 特别愿意去思考这样的事情 可能会指派他这样的任务会更多 对 那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我们至少创造了一个可以容错的空间 大家会愿意去尝试 透过不断的内部的提案 讨论 定锚 然后去执行 讨论社会议题 有时候会让人觉得挺危险的 因为社会议题之所以是社会议题 就是因为有争议 有正方反方 如果一个议题没有正反方或多方的差别的话 它蛮难变成议题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比较难想象 像两厅院这样子的机关会愿意主动去做这样子的事情 统生觉得假设在以国共共共同部而言 当中的伙伴们都本来就还蛮倾向于在意议题 那是什么样子让国共共共同部的伙伴们都会有这样子的倾向 因为在社会上面如果我们随机抽取 他们当中在意社会议题的人可能密度还没那么高 还是说喜欢表演艺术的人容易有这种倾向吗 我觉得佳安说的最后一个原因 我觉得是存在的就喜欢表演艺术或者长期接触这些的人 他自然会相较于一般云云众生里面 会更靠近这个光谱一点 但是当然的确大家切换到工作的场景 也会去嗅到说这个组织 知不支持我这样做这件事 是的 所以就像佳安刚刚说的讨论议题其实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辛苦的事情 因为你可能在现在社群很活络的生态之下 你可能怎么样就会被攻击或被质疑 对但首先我们会觉得我们就是要开创这样的平台 这样的空间让大家来讨论 所以导致我们觉得我们一直站在这样的角度在做 统生刚刚说讨论议题危险 在网路上面可能会被攻击 我真的觉得现在网路上面真的很容易一触即发 那相较之下 如果是在一个办公室同仁 我都熟识 我也知道大家底线在哪里 我搞不好还更有安全感 可以去跟大家讨论我的政治倾向 还有像是比方说在法白的摊位 摊位上面介绍了议题 然后其他人已经开始讨论了 我听了一下觉得大家态度还蛮良好友善的 搞不好会有更有安全感进行讨论 这是为什么我觉得 把关心议题跟表演艺术或其他的现场实体活动结合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在网路上面 大家应该都感受到 很容易把其他人理解成是充满恶意的 而这样子的特性反过来说 就是我们在现场反而可以比较容易相信 彼此是以友善的心态互相对待 在庭院这边会注意说 让职场的空间呈现成是对讨论议题友善 如果在办公室 大家没事闲聊都会讨论一些社会议题 那大家自然就会相信说 在这个组织我要针对议题做一些事情 大家是可以容忍甚至欢迎的 那法白这边呢 我自己有追法白的各种社群媒体 就是法白针对社会议题 整理论点啊 推广法律常识的密度跟频率都非常高 法白是怎么做到这些事情的 法白这边跟统生刚刚讲其实也一样啦 就是我们的同事基本上都很关注社会议题 而且面向蛮广泛的 性别啊 劳动 各种跟平权 人权或法治有关的议题 大家都会很在乎 有觉得有些错误的事发生的时候 也都会很气愤 所以这样的动能呢 我觉得就会是我们在做这类议题型活动 或专案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来源 因为我们要有输出嘛 就是像刚刚刚讲的 不管是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文章都会是我们输出后的成果 但我们其实更注重输入 也就是我们的灵感来源要怎么样培养 就我们的资讯从哪些管道取得 跟我们有没有一直在进步 一直在更新我们对于不同议题的了解 我觉得才是能跟上当代在看待不同议题讨论的进度 所以我们自己蛮常会去参与其他 不管是非盈利组织或议文团队 即便是工部门办的研讨会 我们自己都会有蛮大量的参与 主要就是从里面了解一下 包含实质内容 就这个议题研究到哪一个地方了 有没有学者有新的见解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也是去看展览 我们常用我们自己讲的职业饼 去就会先看 这个展板是哪一家厂商输出的 然后这个色调 这个风格很像哪一个设计师 那他哪一个切角我觉得很赞 都会是我们后续在发想 不同活动类型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这是如何以一个策展人的眼光 去看其他展览 我觉得所以想到输入真的很重要 像我们身为内容创作者 自己都会有担忧 所以哪一天我东西会不会写光了 讲光了 那很直觉就是 你担心你东西用光 你就多念点书嘛 但我们同时也会发现 要做这平衡真的挺不容易的 法白本身是一个组织 底下是一群人 法白做了哪些事情 在鼓励大家输出 然后同时可以让大家 在频繁接受输入的情况底下 互相共享一些需要的情报跟资讯 我觉得资讯透明这件事很重要 或是资源透明 就我自己的输出 有没有办法让同事同时享有到 就会是一羽两吃或好几吃的做法 像有些人在讲 有些工作很靠人脉 或个人才华 但我觉得他或多或少 都有一部分一定是可以移转的 像我个人可能 我跟加安合作过比较多次 我就会知道 加安最近在粉砖 或在文章里面写了哪些东西 在打哪个电动 然后我知道统生 我们在互动的过程中 会知道他在关心哪个议题 我最近看了哪本书 可是这些东西 我的同事不会catch到 所以当一个组织 慢慢长得比较大一点点以后 就会遇到瓶颈 就是我的这些东西 都卡在我身上 但我的时间有限 我没办法 所有专案都我自己来做 所有灵感都我自己来发想 所以我们有设计一些 简单的表格 跟资料库的概念 来让同事可以共享 所以我们大概就会把 例如我今天去了一场研讨会 去了一个展览 我们如果都是工作时间去的 其实我们不扣价 但是回来 我们都会希望大家 能够把它转换成 告诉其他同事 你今天看到了什么 或是理解了哪些新的灵感 或是单纯的心得分享 就看了这部纪录片 他觉得很赞 哪一幕他深受启发 然后这些互动 跟分享的过程 都会让我们能够学到别人 亲自参与 但我们没办法到现场体验的部分 组织管理不只是管理 每个人有每个人能力 要放在对的地方 我们还管理说 你今天身为我们的一份子 在你的工作时间 去吸收新的情报的时候 这个情报等你回来 怎么样转换成 其他人可以 很方便就得到的信誓 所以组织身为一个群体 当其中两只触手 出去找新的情报回来 大家都会知道 像这样子的事情 对就有一个吸收以后 然后喂给大家 反除的过程 真的 这个听起来很棒 而且在这过程当中 想必大家一定 也会有一些讨论 然后对彼此 见解之间的差异 然后怎么样表达 自己的想法 在这边都会触及到 那在输出部分呢 发白IG贴文什么的 我觉得真的很多 身为内容创作者 每次看到你们更新 我都感受到一阵压力 我们一直也都 自己感觉到很多压力 毕竟新的创作者很多 而且我们有个硬 也不算硬伤啦 但就是组织的特性 就我们还是很多同仁 都是做文学 或是文化相关工作 或是法律工作 法律背景的居多 所以我们要做图卡 或是我们在想 译文型的活动设计的时候 可能就不是我们在学校时期 就会接触过的事 所以我们在做产出 跟更新的时候 也会很仰赖大量的模仿 我指的模仿 比较不是抄袭那样子 但我们会 例如我今天要经营短影片 我们就会逼自己 大量的看 现在短影片 到底在红什么 什么类型的做的最红 然后要Podcast 我们到底听了 哪些新的节目 然后译文活动 我们要开始做艺文跟议题的跨界展览 我们有没有去过音乐节 看到类似的市集 我们有没有在其他Podcast里面听到 有一些比较艺文的视角 但他是在讨论女性 或是劳动的 这些过程 我们大概都会知道 对方怎么做节目的格式 节奏 甚至是整个输出跟设计的呈现 那他对我们来讲 我们就有一个比较快速 可以理解跟掌握的 60分的架构就会出现 那我们再慢慢把自己的风格跟血肉舔进去 就会慢慢长成 我们比较能快速产出 可以工作流程化的一些输出结果 在现在这个时代要生产内容生存 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法白在这部分也是尽得相当的努力 我们努力挣扎 我刚刚听苏蕾这样讲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基于我自己的个性 我常常很羡慕这样 新创团队会比较 没有那么庞大组织的向前的动力 我觉得那个是既灵巧且轻盈且进步 嘉安或苏蕾可以想象 我们在两厅院工作的时候 尤其两厅院的名字 又有国家两个字 反而我们最大的压力 有时候如果你很直视 那一个被挑战的压力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变得保守 比如说我们讨论一个议题 如果就被攻击了 其实同仁到最后可以 不做是最安全的 真的 不去采线是最安全 所以我自己很喜欢 书蕾刚刚描述的法白 那样的工作气氛 然后我其实是用这样的气氛 在组织内运作 然后有时候同仁的提案 有时候听一听我就说 好无聊 可以再刺激一点 但我觉得我在这边 将近三年的时间 我觉得有让大家 越来越大胆一些 可是必须说 这么大的一部车 跟法白一定是很不一样 所以书蕾说 有很多产制内容的压力 我有时候反而 那个压力是担心同仁过得 太保守 一边是我得要拼命 生内容出来 不然我就完蛋了 一边是我们反而 需要担心说 会不会有人基于什么理由 他不太敢把点子或内容 跟别人分享 官方的组织 跟小额临潮组织 还是蛮不一样的 讲到受到挑战 反对意见 法白在外面倡议社会议题 然后两听院的一些节目 也会讲到重要社会问题 有没有收到过什么反对 或是挑衅 听众观众来现场 提出不一样的意见 或是法白的贴文底下 既然是社群网站 应该留言当中吵架的还不少 但现场活动呢 现场活动 我觉得大家都是见面三分情 跟网路比起来斯文很多 但网路就是我们有时候都会开玩笑 讲黑粉才是真粉 因为有些人就会一路追踪我们 我在法白可能现在已经快七年多 八年了 我来多久 可能有些黑粉就存在多久 七年前的黑粉昨天还在 对他就会追踪你的内容 巨细迷移 我们最常被讲的就是可能一些跟政治比较相关的题 就我们多年前访问某一个来宾 多年后他的见解或他在乎的事突然不一样了 就会有粉丝来留言说 你看你当年怎样怎样 你现在怎么面对这件事呢 黑粉搞不好也有你们的资料库来互相共享 很多时候也想问他 有一些我们自己都忘记的事 你怎么记起来 那时候可以请你借我们做知识管理吗 这种感觉 对啊 然后这种场景 我觉得线上因为你沟通的成本超级低 你只要留完也按Enter 你的意见就会 发言门槛很低 丢到对方那边 而且我们自己有一个规范 就基本上我们不封锁别人 就是除非我们今天会封锁的言论是 他攻击到了其他人 攻击我们这个品牌 或我们做的内容倒无所谓 但如果他在留言下方 用人生攻击 攻击其他粉丝或受众 我们才会去做封锁这样子 所以也导致我们后来对于这种批评 甚至是谩骂的气氛程度 就一直下降一直下降 那实体活动当然就会是 我觉得大家在讲话前 就会更想一下 别人会有什么反应 对啊 毕竟人都到现场 对 然后有些你在只看文字 会觉得他是在酸言酸语 但他在现场讲出一样的话 你就会发现他真心困惑 就他不是在戳你 他是真的好奇 只是他可能语气表达或文字表达 就是长量 所以我们在现场活动 遇到的挑战相对少 但还是有比较意见两极 像我们在做转型正义的题目 还是有人会问说 为什么已经过去这么久的事 要一直拿出来提 那或是有人讲 还是会觉得 他自己本身的利益 会因为我们要维护别人的利益 可能有冲突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 凭什么是要牺牲我 或是我要退让等等的反应 所以在现场 还是时不时会接受到这些回馈 我很容易想象 法律跟社会议题结合 因为法律本来就是用来管社会议题的 但是艺术这方面 我更容易想象会有人说 艺术跟政治有什么关联 是为什么一定要扯政治 当听院这边 在试图把艺术节目 跟社会议题结合的时候 会受到这类抱怨吗 类似 艺术为什么不归艺术 这种说法 这样的抱怨非常多 真的会有 但这样的支持也很多 我自己觉得 它其实是一个 社会不同时间点的改变 我刚刚想到一个例子 我大学将近在30年前 是念戏剧系的 然后书雷为什么笑了一下 将近30年前是念戏剧系的 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 我们的教育里面 我大学所有的专业教育里面 其实是非常创作面向的 它预示了我们将来都做创作 可是现在大学的戏剧教育里面 其实它有蛮多的戏剧应用 延伸的课程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不同时代的东西 那我觉得剧场 如何看待剧场 我常说两天院现在38年了 38年前国家盖了这个 外观这么奇特的建筑物 在以前称之为 中正纪念堂园区里面的 两个建筑物 我自己以前在还没有来 两天院上班的时候 我一直对于这两个符号 非常的 我自己觉得非常的嘲讽 但我自己进来这边工作之后 当然产生了很多认同感以后 我一直觉得 就是在台湾这样的时空背景 历史脉络下可以长出这么有特色的建筑物 然后我自己现在觉得它真的是一个艺术品 所以其实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 两天院自己怎么看待自己 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剧场 我们其实就是非常面对到社会的 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这几年在做永续共融这样的推行的时候 我曾经在节目演出的现场 如果常来两天院看演出的人 会知道我们的眼前导灵 其实都一定会有真人及时听打字幕的服务 对 或者是如果不方便听的话 我可以用看的 对 然后或者是AI的主字稿 大部分都是真人听打 有一次一个音乐节目的时候 我在现场 所以我就看到好像前面有人跟我的同事 有一点点争执 所以我就去了解一下 然后这一个观众他就跟我抱怨 他说你们那个听打 那个字幕有很多错字 因为那一场是AI的听打 所以他说有很多错字 然后他就说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个 然后我就跟他解释说 因为有的人听不到 那他就说你在想什么 听不到的人怎么会来听音乐会 我就说听觉的障碍有很多的层级 有的人可能音乐上OK 但他听人声会比较有障碍或什么 所以我就跟他解释了一下 我们的共融服务 他当下其实是完全听不下去我的解释的 他觉得这个服务是多余的 他觉得不会有这样的人需要这样的服务 对 那所以说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活生生的冲击 就是当下你会觉得 即便你真的知道现场没有人需要 但会到什么时候 说不定有人需要的时候 反而我们没提供这个服务 所以这样的共融服务 我们还是放在我们的标配里面 所以我常常说 做跟不做之间到最后是这个组织 以两天愿来讲两天愿选择怎么看待社会 现场的共融服务 让人不会因为我今天的身体或心理条件 就无法欣赏艺术作品 这个让我想到 好这段之前有一集讨论 经典作品为何要改编 经典为经典 就是因为它够好嘛 它已经很好了 为什么要改编 那时候我们讨论到的一点是说 经典作品可能离现代社会很遥远 你不是经典作品那时代的人 你还能用那个时代的人 恰如其分的态度跟心情去了解吗 可能不太行 那针对这些情况 改编是一种 把经典作品放到现代的适应行为 这有点像是说刚刚统生分享的 如果你今天听音乐旋律OK 但是听人声不行 那我们有提供某些服务 来协助你适应 让你可以欣赏这个作品 外部服务有时候会被其他人嫌多 因为他这辈子还没碰到这个问题 所以他无法想象 自己有一天可能也会需要 面对这些差异 跟所谓多做的事情 如果我们可以了解 社会是蛮多元的 每个人需求不一样 现代人看世界的方式 也跟200年前不一样 我们就可能比较可以了解 为什么需要这些调整 最后想简短地问问两位 对你们两个人而言 这些结合为什么重要 最重要的事情是在哪里 其实我觉得 如果要我回答这个问题 我会觉得 生而为人都需要持续地思考 因为这个社会一直在改变 人不可能活在过去 因为只要你活着就是现在 所以你的周围环境一定会改变 一旦你是一个有机的个体 其实你会一直思考这些事 所以我其实觉得 艺术的存在也是呼应了这样的价值 我自己是非常相信 永远都要面对社会议题 这些讨论的 假设人的处境是一直变动的 所以需求年复一年变得不太一样 我们大概会想要 我们能欣赏艺术作品 是回应我们当下的问题 那如果我们当下的问题 很容易跟一些社会议题有关的话 那怎样的方向比较恰当 其实还蛮明显的 那苏蕾这边呢 我自己都一直在想法 在做的事 不只是知识普及而已 我们在做的是一件社会沟通的事 让不同的群体之间能够拉近距离 然后试着去了解彼此 或是至少知道对方的困难 所以为什么要做社会议题 跟艺术的结合 是因为我觉得 它就是一个沟通方式的不同 很多人他没办法从文字 podcast或是社群图文就了解 你现在讲的这件事 为什么重要 他可能需要的是一个 很用身体展现的 表演艺术的舞蹈 或是一个音乐剧 或是一个演唱会里面的歌词 才能打到他 那这个时候 我觉得身为一个议题传播者 我就愿意顺应 能够沟通到不同受众的模式 去把我想要讲的价值 或是我觉得 应该大家都要在乎的事 融进去 那我觉得这样才能 真的符合到 整个社会都需要了解 这样的价值观 这个我很有感 就一件事情 一开始我把它当成是 有核心价值的 后来我发现 它不但有核心价值 而且帮助我 把我本来就在做的事情 做得更好 或者倒过来说 有一些事情 我本来是以一个 工具性的态度对它 比方说我推广哲学 那哲学没人在乎 我就套社会议题 然后到最后我发现 其实哲学可以协助 我们理解社会议题 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今天我们邀请法白 跟听院来跟我们分享 如何结合社会议题 在这方面 听院跟法白 还有一个后续合作 可以跟大家介绍 对吗 是的 我们在两听院的 其中一位艺术节 叫秋天艺术节 那秋天艺术节 其实我们定位它 就是一个 从社会议题来 讲表演艺术的 一个艺术节 然后我们希望人 离开剧场之后 还能产生行动 所以我们在今年的9月12号 到12月1号 我们跟市民书店 有一个书展的合作 那他会在配合 2024年的秋天艺术节的 系列的节目 跟我们策展的精神 里面去做选书 然后他会再讲的 其实是人的移动 跟活在这个城市的 市民之间的关联 在市民书店 9月12号到12月1号之间 听院有合作一个展览 在听这个节目的朋友们 要记得可以去看哦 今天讨论社会题的结合 从法白的书磊 跟听院的统生这边 他们的分享都让我觉得 学到很多 也希望听这个节目的 你如此认为 更重要的是 9月多到12月 可以去市民书店 看看听院合作的这个展览 今天感谢书磊 也谢谢统生 谢谢家 谢谢